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今天继续来分享《十战八字命令》 那我今天呢 讲的主题呢 这个是过去没有讲过的 那这是在六亲的部门 那我个人的这个 先前也收集了蛮多这种名照 那我今天特别拿这两位 这两位 因为这是同一个母亲生的 但是父亲都不一样 所以今天所讲的这个主题呢 就是如何判定天生的命照 天生的命照 等于是非正规婚姻 或母亲正式结婚 然后生个小孩子叫天生 过季 干儿子干女儿 像这种说天生 义子这一类 那这是先前的朋友给我 那我当时呢这个 这个 在看的时候 一看完就跟他讲说 那这是不是父亲的 结果呢 果然就是 果然就是 日本神人讲的就是父亲嘛 就等于是 但是并没有结婚 然后母亲跟人家同居 或是怎样 然后生了一个小孩子 那这两个是同母但是义父 第一位呢是生在2018年6月16号 今年16岁 那第二位是去年出生的嘛 今年大概就满一岁嘛 2023年7月31号出生的 那为什么我讲这两个命照呢 因为我不管讲讲什么主题 我都喜欢印证古法 各位学八字 你要记住 你对一些古法 你要怎么会贯通 那当然 古法你用背也没什么用 要看到实际的命照以后 能够印证你 你脑筋又记得很清楚 因为古法的公司太多了 口诀也非常多 一辈子也背不完 但是有一些重要的一些课题 重要的一些口诀 当然你一定要知道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命照 刚好可以印证冤海子品里面的 那么几段话 我特别跟各位对出来 让各位参考 雪八字就是这样的嘛 我们实际上拿命力来印证 那就很清楚了是不是 ok 那么 当然古法在讲这个 所谓的偏生的命 也有很多种类 那今天这两个 刚好印证在两句话里面 比方来讲这个 养母钻为偏生 养母钻为偏生 比方来讲你是雾土的 地支有五 尤其现在五月的话 几乎百分之百是偏生 那如果说你是生在雾土 那地支有两个五 这个叫双臣煞 所以双臣煞可能是偏生的 两个五来两个卯 四柱里面有两个五两个卯 多半也是偏生 这个在古法里面也是有提到 所以口诀也有很多样 但是这两个 这两个是印证在下面这个口诀 我跟各位做个说明 那么第一位呢 就是哥哥 他八字牌出来 各位看到 很重要的特征是什么 正边印一大堆嘛 正边印混嘛 对不对 那看他印那么一大堆 所以其实过完没有一句话 印瘦重重父母难容 印瘦重重父母难容 多半都是杨子命 多半都是杨子命 那么 那么 这两位其实都符合 我下面所讲的 好 这个公式 那么 在任何指评里面 有一段话就是 过黄七煞龙三行 母民富岸为兜生 所谓的母民富岸 就是一般来讲 印在天干 然后地支呢 才看到财 尤其是财又入库 这种情况 几乎两个加财就差不多 母民富岸 父亲在地支里面 又常在库里面 库等于就不露脸嘛 所以 那过黄七煞 过黄七有什么意思 就等于是煞有逢行 三行 丑虚未三行 各位看到 这七煞嘛 这是煞库嘛 煞库逢未须行嘛 这个叫丑虚未三行嘛 过黄七煞逢三行 母民富岸为兜生 那各位看到哦 他这个年月是微虚行 那就是在破上 破就是无情的意思 所以这位哥哥呢是这样子 他妈妈跟一个男人生完以后 那么那个父亲就不见了 丢着不管了 到目前为止也都没有在抚养 都妈妈在养 但是妈妈平常也没有在养 都是给奶妈在养 因为正便应会嘛 他一辈子呢一定是大部分时间 尤其是便应在这边 大部分都奶妈在养比较多嘛 没错啊 现象就是这样 所以第一个命造就是 而且这个一般来讲 像这种八字都要戴鼓鼓掛掛 胃就是掛数嘛 本身这边就是掛数 那这个带行 跟财库逢行 表示跟父亲无缘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八字 就是印证国法里面的这句话 好 那我们看他的弟弟 就去年才出生了 他倒不是印寿重重 他也是一样母鸣父岸 母鸣父岸 这个庚亲的财库也是在位 你看嘛 也是在位 等于是父亲在财库里面 然后母亲在天干嘛 母鸣父岸也是一样 回头生 那再来各位看到 过房七杀逢三行 这等于是弟子的七杀 这边七杀嘛 那这边也不是也是行嘛 所以呢这个 这个本身也是 过房七杀逢三行 母鸣父岸回头生 两个名照 几乎基本上都印证在这个古法里面 那另外这个名照呢 又印证古法里面 冤害子里面又讲了一段 凡小儿命 建财多 必述出明明克父母也 述出明明我刚刚讲过了 就是当人家的养子啊义子啊 过去给人家啊 或是当人家的干儿子啊 干女儿这一类的 明明克父母也 没有各位知道财多 他本身就会克印喔 印其实也代表祖上父母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八字等于是完全复合这个公式 另外他又加上这个公式 那这两个小孩子呢 其实在性格上 各位也可以看到 正偏硬混的 正偏硬混的小孩子 会很敏感 那当然啦 跟他出生有关系 这种小孩子比较敏感 那有时候会有双重个性 那印一大堆的 有时候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什么第六感比较强一点 我也看过印 充分都印的 那看到有点通灵 那但是呢 基本上就是 比较喜欢幻想不切实际 做事情有时候虎头蛇尾 那这种八字等于考试也非常不利 正天一混的话 也不会很专心念书 那像这种八字如果走到水的话 也有点麻烦 因为水一透 勿起头一刻 多半都会伤病 印多一大堆 人生啊 第一个难免都要吃 印也代表药 所以呢 他这种走到水他就要吃药 所以看起来是 应该是蛮快的 第一个答应就更生 第二个答应就新有 第三个答应就任虚 任一出来以后 一定都有伤病问题 像这一两年 任眼年呢 今年是窥毛年 我听过要讲的 经常生病包包烧钢 走到水年嘛 水一透干就会磕到 所以 所以这个小孩子呢 是就是这样 各位看到 好 大部分时间都是一条路在带 那么 这位的性格怎么样 各位看到 这个 我们一般来讲 男孩子如果正偏才混 当然啦 表示他的父亲一定会有变化 在某个时间一定会有变化 主要是丁氏大印 丁氏大印就有变化 那这个是九岁起立嘛 第一个大印就悟 第二个大印丁氏嘛 丁氏嘛 丁氏一世生一醒 父亲就开始有 有一些状况出来了嘛 对不对 那像这种正偏才混 比较风流多情 乙庚世卫乱人家 这个也是一种桃花 乙庚世卫乱人家 各位听上一次我讲过嘛 盲派口诀里面 等于是乙庚自主的定制的世卫 就会乱人家 所以 所以这个小孩子呢 基本上他没有根 你看到没有 那这个是土重金埋 土这么多来埋掉这个心金流 比较怎么样 一辈子被埋没掉的命 比较容易被埋没掉的命 那这个 这个主要丁氏运的时候 恐怕就有一些状况 一些状况 氏身一醒 行其上 麻烦师就来 好 那我最重要的是 拿这两个命照 因为这刚好是同一个母亲 不同父亲 那这个看起来 这个看起来那个父亲是比较有钱 这个没有错 现在目前跟他生这个 看起来是比较有钱 但是跟他会不会有缘呢 这个就不一定 就不一定 像他走到那个29岁那个大一在秉城 严毛城一会合 一会合的话呢 一定会有状况变化 太旺则己嘛 我们各位也讲过 等于是父亲这个地方就会有变化 好 那我想这两个方式给各位一个 算是一个基本的 印证股法这个共识 是非常好的一个历程 给各位做参考 谢谢大家